大家好,我是我爱美金的Joseph 上一篇文章呢,教大家怎么样设定特色图片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里面没有图片 你只有影片的话,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没有设定前的话 我把影片放在最前面,你会看到影片大大的 但是实际上呢,它应该要像这样出现一个小图 然后旁边出现文字 这样子呢,我就不用做重复的工作了 那其实这个很简单哦 你只要装一个外挂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先来给你看看结果 结果我做出来之后呢,我用了一个Plugin 然后我把这个Video设定成这个特色图片 Featured Image之后呢,它就像这个样子了 那所以我的版面呢,就会对齐 这里是一个图片 那这里是文字,这里是图片,是一个文字 所以让你的文章有一致性 这怎么做呢?我就用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呢,叫Video Thumbnails 所以你在Wordpress的Plugin下载这个Video Thumbnail 然后你要做的呢,就是把你之前的文章编辑一下 那编辑一下呢,你这边文章呢,都可以不用改变 那在右边的部分呢,我调整一下 右边的部分,这里分类,这里标签 好,这里Video Thumbnail 你这里呢,如果它一开始没有东西的话 你就按Search Again 它就把这个YouTube的影片当作你的特色图片 最后你再把文章update起来 那你就会看到像之前的结果了 就是排得好好的 这个简单的功能呢,就可以让你的影片 如果你是做影片部落格的话 也有feature image 人家就可以大概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了 好,这就是Video Thumbnail的做法 也就是用Video当作你的特色图片 非常简单的教学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